那么努力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体现为自律 就比方说 你能够准时下班 它就是一种自律 为什么这么说呢 能够准时下班的前提 是不是因为 今天我们的工作 已经保质又保量地完成了 所以说 你才可以在这个工作 完成结束之后 马上再去下班 那在此 我们需要去保证 我们工作的方法 我们工作的效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尽量地不摸鱼 对吧 不迟到 不去浪费时间 而当你整理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 装到包里面 然后背上准备回家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比较自信地 对自己说 今天我也是很努力的 我自不量力一下 我要说的对象 不光是所有的 就是刚刚上班的年轻人 也有老板对不对 你能不能也就是 加强自己的效率 大家一起快乐下班 不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